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MAGAMES做遊戲 這部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怎麼製作一個自己的機甲旗的卡片 那我們今天要來製作的這個角色呢,它是一個刺客類型的機甲 然後我們一開始要先從一個空白的卡片的算是範例開始 那這個空白的卡片呢,在你印一份基本的組合的裡面就會有一張 然後如果你希望有更多的話呢,我也有做一個檔案 它是整頁全部都是空白的機甲的卡片,可以讓你自己去設計 然後你只要去下載那個印出來之後,你就有很多這樣的範例可以使用 然後連結都會在下方敘述當中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設計這個角色 好,那我們畫完這個角色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填寫它的數據 所以我們之前就有講過設計這個一個角色的數據的規則 然後其實就蠻簡單的,所以如果我們就先來填寫它的血量 血量跟能量上限都是10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先填起來 然後這隻角色呢,我希望它是一個近戰類型的刺客的機甲 所以它的攻擊跟它的距離 它的距離可能就是1,因為它是近戰 然後我希望它可以移動更快 所以我要讓它能量是3 然後防守是0 然後這樣子剩下的3點就到攻擊這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就是1加3加0加3加起來是7 所以這個就符合我們的規則 然後攻擊跟防守都沒有超過4 這個也符合我們的規則 然後攻擊距離呢,跟能量都超過1 這個也符合我們的規則 所以這一組數據呢,就等於是可以使用 然後這樣子呢,我們就已經完成一隻刺客機甲 那這隻機甲的想像就是它可以縮成一顆球 然後它可以很高速的在那個起盤上面滾動 所以它的能量會很高 所以代表它可以移動很快 然後接著它的攻擊也很高 因為它可以直接撞上別人 然後這隻就是這隻機甲的設計 那名字我可能還沒想好 不過設計一隻刺客機甲的原理大概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這個步驟呢 只是因為我為了要把它做成真的卡片 然後放在就是那個網頁上面 所以我才會再重新用電腦再畫一次 我們最後就會有一個完成的一個卡片 就像這樣 那我這部影片大概就先講到這裡了 只要你在做卡片的時候呢 遵守就是那幾個最基本的規則 你應該做出來的卡片都還算能夠玩 那希望大家可以 製作更多自己的卡片 然後去玩一個自己的遊戲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東西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按個讚還有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